我的观众是台湾行伤美国聚会的前期版的二手婚纱改造大赛 参赞学生特别在南岛的玻璃庙前走秀推广 在中间的作品21个22个中在家去那18个公众的电视 当时肯定要基版第12个全民园医时尚的慈善意外 欢迎了吴凤科技大学美容美马造型设计系 开赛同学秀霞宇童创作主题凤凰时尚 推动环保二手衣 台湾形成美国协会含高峰科技大学 让学生改造二手婚纱 来自专台台赛 各种日美容美国造型设计的学生比赛 各自南岛玻璃庙前走秀 在黄金隧道进行美拍 赛来我们的剃材就是大专业预想组的第一名恭喜 凤几岛改造二手婚纱 创作打散主结构 各自不一样的創意中现 也要用到二手的补料 比较合成像雷斯航水转 对旧婚纱跳到来之后 中心做合设计 专专业不一样的风貌 台湾形成美国协会中学党师配节表时 9位三口多数不比好好处理 有六声以上是比丹尼文化楼来收调 这一次我们募到的上款 总共是18万又40元 那我们的分配是 我们有30%是捐给我们的阳光基金会 做一个脸部评选的活动 那我们有10%呢 是持续来帮助台北地区的一个教育问题 我们给台北文教推广协会是10% 那我们有25%呢 即将要帮助我们台湾时尚科系的一个 极难救助金 那来帮助全台湾这些同学 而且我们已经在今年申请到一个券目之号 那这部分呢 将会启动在今年做大规模的协助 那另外呢 我们有35% 因为我们有规划 第四届我们即将要办国际赛 以及我们要将我们的规模跟奖金 再提高更高来刺激 全台湾更多的学生 来投入这个比赛 所以我们希望呢 保留比较多的活动专款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35% 那我们也即将在第四届 会开放社会人士来参赛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意义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 它可以是一个全民的运动 改造环保风队台北海航高中 这些相关科学带动作气 在下降的作品 将在21号22号 在家伙的那是百会公众一路电厕 当时限定亚伎伴地做理解 全民园医时尚慈善意卖会 预备的所得 靠度必要的成本 将专售观好台湾时尚科系 还先进行人求做金 这些孔教风 家伎官 彩虹不得